人类脚步 究竟可以跨越多少光年 茫茫宇宙 哪里才是可以到达的极限 张玉花 中国航天人口中的花总 中国探月工程 三期探测器系统副总指挥 天问一号探测器副总指挥 199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为援中华千年飞天之梦 带领航天人勇于开拓 攻坚克难 从不退缩 2013年12月14日 嫦娥三号在月球表面安全着陆 玉兔一号是中国首辆月球车 和着陆器共同组成嫦娥三号探测器 2013年12月15日 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在月球表面的巡视勘查工作 玉兔一号在月面行走自如 这正是张玉花团队由林开始研发的 移动分系统大显身手的时刻 下面请移动分系统判断车轮解锁情况 根据咬测数据判断车轮解锁正常 玉兔一号留下了属于中国人月球上的第一道车车 根据我们分析的将来 我的月球车可能要经历到的一些考验 那么我们想尽办法建立各种条件来模拟它 比如说车轮向左转向右转都转到极限的时候 还有多少余量 2014年1月14日21时45分 玉兔一号月球车舒展机械臂 对脚下月壤成功实施首次月面科学探测 咱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 是我们八雁的月面实验厂 地上铺着模拟月壤 2006年开始 为了给设计中的玉兔一号更精确模拟月面环境 张玉花团队很早就开始了搭建月面实验室 这是我们从吉林运回来的火山灰 科学家提出可能跟火山岩的成分最接近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来模拟月浪 包括这个石头 不是一个随便的石头就行的 它要符合月面上一些石头的形貌 我们现在是在地球上给我们玉兔 将来在月球上的地方建个小家 让他在这提前输入环境 让他开展一些一个验证和相关的实验工作 举世瞩目的创举背后是无数次的实验 玉兔一号采用太阳能供电 一旦月球进入夜晚 玉兔就会收起围杆和翻板进入休眠状态 这时最大的考验就是随之而来的 月夜零下190度的低温考验 我们这个太阳液的材料 我们做了饲养 经过了高低温的试验 低温的话达到了零下的 负的196度 就是液氮浸泡了是吧 对对对 液氮浸泡 这是做了四年以后的版了 是的 面对难题 张玉花带着团队没有丝毫退缩 她明白关键技术绝不能假手于别人 经过短暂的休眠 玉兔一号月球车全面苏醒 自从玉兔上天以后 看到月亮的感情也不一样了 2018年12月8日 嫦娥4号成功发射升空 之后 玉兔二号成功驶上月球背面 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面软着陆 2021年5月15日7时18分 天问一号着陆巡视器顺利登陆火星北万球的乌托邦平原 从嫦娥一号开始 我们六战六截 达成一个目标 再去寻找下一个更高的目标 这也是我们不断变轨 从载轮航天的300公里 到太阅的38万公里 再到火星的4亿公里的雏星 张玉花将自己30多年的青春岁月 先后献给了载人航天 探月工程和火星探测 成为跨越三大领域的航天女神 她始终跟随着中国航天不断前行的脚步 带领着一代又一代航天人 向宇宙深处探索不断的前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